你拿片子給長官過的時候啊 設法 設法 先讓他 我不會說 請你看一下有什麼要改的 我會說 我覺得 直接開始置錄 剛剛剛好在拍東西 覺得這樣子配置超棒 主尼花鬼配一個 超級摺疊雲台 那可能如果要拉高一點的話 可能下面最好再加個腳 可是外處突然要拍一個Dolly Shop 直接架起來 放在桌面上 然後 可能拍美食 或者是拍一些小3C 都還蠻適合的 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 這是一個分享動態攝影內容技術的頻道 歡迎訂閱起來 我也不時 分享 各種實用的動態攝影相關內容 好那今天要聊一件事情 就是 前幾天 心情被搞到不太好 不過出事會這麼久 就會知道我們這種沒有背景 沒有靠山的人 心情常常會被客戶搞爛 這件事情 再也平常不過 這個就是社畜的命運 那常連下來 現在遇到鳥事 不至於會像以前 一開始 都會覺得很要命 那這點我覺得現在還好 唯一不變的是 還是會很想要客戶的命 那上一次有說到 這幾年比較少在接案子 大多都是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狀態 那不管是同行 客戶還是朋友 基本上只要有請我去 都還是會去幫忙 還是很感謝 這些人的不嫌棄 那有一些是以前服務過的工部門 或者是一些企業單位 那我其實對於面對客戶這件事情 尤其是遇到比較不好搞的客人 心一樣也會累 但我覺得最累的是那一種 你面對的是窗口 那窗口不好搞就算了 那它的上面 又有不好搞的長官 那通常這種就是工部門的案子 簡單來說 可能就是一些標案 或者是一些比較小的採購案 那這次一樣 也是之前服務過的一個單位 來找我幫忙 製作影片 但窗口不一樣 那人也是很nice 但就是沒有合作過 然後另外一個意料之外的就是 這個單位的長官啊 也遇到了改朝換代 結果一趟合作下來啊 雖然說最後也算是驗收成功啦 案也結了 但也是被弄到快要咳嗽 所以今天也是發發小牢騷 今天的乾貨 可能不是什麼技術型的東西 就聊聊 面對客戶 常會遇到的問題啦 簡單說一句話就是 官僚文化 那雖然不喜歡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但不管是在公家機關啊 或是郭英事業 長官的素質啊 真的會直接決定 你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那我當然不會 那麼白目 去透露是哪一個單位啦 我也希望他們的長官不會看到這一集 請不要對號入座 但我真的覺得很多單位的主事者 真的都很難搞 理想的影片拍子啊 我們會針對內容訴求 去給予客戶意見嘛 比如你這支片可能比較重教育意義 或者是政令宣導 那我們當然就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很多長官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很喜歡下萌藥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每一個畫面他們都要人最多 最壯觀 很注重排場啦 或者是說場面 那我當然可以理解 你一個宣導的短片 也會想要用機關歷年來最好的畫面 去塞 但這種素材啊 通常我們會建議你重點施放就好 你放了太多啊 除了無感 反而會讓影片失焦嘛 那也許你這支片是要傳達啊 你這個單位有什麼功能啊 提供哪些服務 結果都變成是在修正機 變成另類的成果展示片 那我是一個喜歡直接溝通 開門見山的人啊 就算是遇到這種客戶啊 我會直接去點出問題 但問題就在於啊 我們面對的是 常常都是窗口 是下面的業務承辦人 所以常常在溝通上 會非常的迂迴 可能直接面對長官啊 事情反而是好處理的 但面對到一個怕事的承辦人 這個人如果也不好搞 真的會讓我們弄到半條命 那通常我們在後製膠第一版 出去的時候 只會針對畫面去做基礎的處理嘛 然後一些後製的時候啊 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效啊 合成啊 字卡 都是屬於一個比較 草稿的狀態 細緻度 完成度 肯定都不高 結果這次遇到一個長官啊 他很龜毛 然後從頭閒到尾 說東西怎麼這麼粗糙 我不會說他是雞蛋裡挑骨頭 我覺得人能夠做到一個高位啊 通常還是有一定能力 是有Sense的 但可能對於影片的製作流程 手續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通常就會試著去解釋說 我們只是想先大致確認這個 節奏啊 架構 畫面的編排是OK的 那確認之後啊 我們才會去完善它嘛 然後呢 長官就覺得我們很不專業 一直念東西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很好笑的是啊 因為影片有旁白 當我們先用AI配音 長官就一直嫌這個聲音不好 那我們解釋了半天說 最後會請配音員來正式配 他也是一臉疑惑 好像聲音不對 畫面一切都有問題了一樣 那好不容易解釋這個是 半成品的概念之後 長官後來也有意識到 他只要先著重在 我們要他看的這些部分 於是我們再回去修改 結果第二次開始啊 變成窗口很不好搞 因為這個窗口黏字可能比較前一些 他很認真 但是超怕事 那我其實真的很怕遇到這種很怕事的公務員 那我說的超怕事並不是指不喜歡做事 而是超怕出事 怕被罵啦 結果我們一堆動畫特效配音啊 就一直要我們什麼都做到完整版 他才願意拿去給長官過 那我當然可以理解他希望減少長官看片的次數 但這個時候對於我們乙方來說的後製成本就很高嘛 壓力就很大 或者說風險就會很高啦 比如說你要我現在就去找配音員來配音 然後長官如果對稿子有意見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得重發配音員過來 那我通常都會表明啦 我很願意在開會過程中 直接試著跟長官去做溝通 去做解釋 做說明 但窗口他就是不願意冒這個險 然後會議的時候啊 長官如果有提出一些很奇葩的意見 雖然我們是拿錢辦事沒有錯 但不太合理的啊 通常我也會直接打槍 很委婉的打槍啦 但窗口就會讓我們做一個 長官講的那種很奇葩的版本看看 那長官如果提了兩種方案 窗口就會希望我們都把它做出來 而且有時候在會議上長官也被我說服了嘛 窗口卻還是要我們做一個 長官一開始講的這些奇葩方案 那這個就是我很受不了的這種 拍馬屁的文化啦 那像這次的case雖然說一開始長官也不理解製作上的繁瑣 但經過幾次解釋之後啊 演藝還算明理 反倒是遇到下面的承辦啊 弄到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創作者還是工具人 好吧也許他們只需要工具人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常會遇到的就是像工部門的長官啊 他們會太在乎完整度跟深度這件事情 結果會弄到我們寫腳本啊就像是在做報告 像在寫論文一樣 那比如說 呃會要求單位每一個人啊都要出現在畫面裡 然後提到去年的時機的話 就一定要把去年每一次兼裁的畫面 全部都塞到畫面裡 之類的 那即使我們不斷建議畫面上面要做取捨 訊息有傳遞到最重要 那畫面可能用代表性的就好 結果展望說不行 每一場都很重要 結果最後塞了一堆畫面 整個畫面眼花撩亂 然後事後驗收會議的時候啊 一直要我們在這裡暫停 暫停下來 然後叫參加的每一位同仁一起回味 盧數嘉珍 那我們只能在旁邊笑笑的說 觀眾應該是不會在這裡停下來看啦 那長官們也笑了 但就是要這樣子 那我們也沒辦法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呢 對就是 比如說我們出單眼嘛 用專業的機器和鏡頭去拍攝 確保這個品質是OK的 結果到驗收前一天 可能長官還會請窗口寄一個畫面來 要我們把它加進去 結果這個畫面是長官自己拿手機拍的 然後可能是720P之類的畫面 這種事情也很常遇到 那我說這個會影響你們整支片的質感 但窗口他不願意為了這種事情去挑戰 其實也沒有到挑戰 就是試著去溝通嘛 那下面都不願意去違抗可能長官的一個念頭 那當然最後我們只好去篩嘛 那除此之外 長官還會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比如說字不清楚字太小 訊息不夠完整 明明就沒幾秒就要篩一堆字 然後能不能用凱體這些要求 不深美局啦 那這部分就比較瑣碎就不提了 其實我覺得對整個業界來說 政府的案子就是一個為經濟注入活水的來源 內需嘛 但這個錢如果是拍拍馬屁順應長官就可以 當然就可以好像賺得很輕鬆 但對我們製作方來說也會覺得很心虛啦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啊 有時候我們也會跟窗口承辦去分享一些 我們作為外包廠商的一些經驗 比如說你拿片子給長官過的時候啊 設法先讓他抽離我準備來改的這種心態 那這個包括我自己面對客戶啊 包括以前在上班的時候面對前老闆的時候 也是一個我覺得還蠻實用的做法 先設法讓他用純心賞的角度來看片 我不會說請你看一下有什麼要改的 我會說我覺得什麼什麼感覺不錯 你要不要來看看 因為他如果準備好就是要用審片 要準備來改的心態啊 那他的潛意識就是會來找茬啦 那一不小心就會開始挑你雞蛋你的骨頭 他提出來的問題可能是那種很無傷大雅 甚至是沒有意義的那種問題 或者是意見 那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我給客戶看片的時候啊 我從來不會問客戶這樣可以不可以 我會先告訴客戶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為什麼我覺得這樣可以可以這樣做 那像我這次去啊也會去教育這個窗口 當他去面對長官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面對 而不是什麼都不說到了長官那邊 片子一撥 然後就傻傻的處在那裡 等長官自己去挖問題 然後我還有一個建議可以分享 就是當你在面對長官也好 或者是客戶業主 甲方的時候啊 如果你可以給選擇題 就千萬不要給填充題 千萬不要拿了一個選項 然後問長官 這樣可以不可以 那如果是我啊 我肯定會在一開始就準備兩個以上的方案 然後我會 叫長官直接選一個 這樣他就至少會先被我們 設斂這個範圍給框住 那通常他就會選的其中一項 然後我們下去執行的時候啊 他的潛意識就會知道 這件事自己其實也有背書 自然後續 意見就不會太多啦 就不會太難搞 你如果只有給他一個選項 他不喜歡的話 他就會開始自己 天馬行空 那個我覺得 有時候會很難把他拉回來 或者是說執行上真的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那我們在拍片的時候啊 不只這件事情本身是藝術 就連溝通的時候也充滿了各種藝術 不只是面對機關的長官啊 面對每一個業主啊 在溝通的時候 其實都是需要藝術的 那今天就是發發牢騷 順便趁著記憶猶新的時候 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裡面還是有一些 實用的建議可以幫到大家啦 我是傑克森 專位創作者找方法 希望今天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拜拜